歡迎收看我們導遊姐妹會 兩岸大三通 又馬上要簽ECFA了 將來這個不僅是文化交流 經濟各方面 來往會更密切 將來我們一天的人口 現在好像一天可以進來 七千人左右 將來會不會一天進來 三萬人住哪裡呢 台灣你準備好了嗎 好 我們先介紹我們的導遊 玲瓏先生 大家好 美麗的我們楊璐 你好 接下來林志全 大家好 我今天為了做這一集 特別請到八位的新住民 都是來自我們大陸內地 好 那我們先從這個小平開始 小平 對 像我們現在開放就是觀光的 來了之後 因為給人的感覺都是說 都是很有錢 其實有的還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對台灣都很嚮往很神秘 那也都沒來過 有的其實家庭都是小康家庭 就是公務員那種 沒有說做大生意的那種 來 那人家都 像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 都說 窮家富戮 就是在家鄉的時候 你怎樣過節省一點都沒關係 可是一旦要出門的話盤餐一定要代購 對 一定要外面吃好的住好的 窮家富 對 都是這樣 所以就像我有個朋友 他家親戚也是 就是這次觀光都來過了 來過之後之後 他回去之後就 那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我們家親戚也真是的 到台灣之後 買了亞多名牌 就是雪拼去了就是 然後我說 那他們家一定是做很大生意 他說沒有啦 平時都還滿節省的 因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就是你再有錢也是很節省的 都沒有說那麼富有什麼 到那邊就好像做多大買賣一樣 多大生意 買一堆大名牌 然後後來他就問說 你幹嘛買這些好多東西都用不到 其實就覺得台灣好 比我們大陸好買不到嘛 所以買那麼多沒用的東西幹嘛 他說 我們去也是帶著使命去的 我們去花錢 帶著使命去的 我們去花錢也是 為了向台灣同胞證明 我們並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不丟大陸人好遠 不能丟大陸人 是為國爭光來了 很多台灣人對我們看法 都以為中國 你們教育不也是嗎 什麼生活在水深火熱 那我們來花大把的鈔票 那也說明我們生活水平很高 沒有水深火熱 那像我們就是 現在已經開放觀光了嘛 那現在我在台灣的待遇也不一樣了 像以前我剛嫁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開放 然後你去百貨公司什麼 就好一點 像收購那種大的 你要看個名牌或什麼好一點 價格高一點的 你一講話 我考驗很重 一講話人家知道你是大陸的 就是大陸妹嫁來的 肯定是環境不太好 沒什麼購買能力 結果我要是問一下 諮詢一下 他說這個怎樣怎樣 人家都愛理不理的 就是那些貴姐 對 那現在開放以後 那時候這購買能力 不是都是大陸觀光客都很會買嗎 一買就買大包小包的 你馬帶也往家扛 然後結果我去逛買公司 一講話還是諮詢問一下的話 好熱情 全部都過來了 小姐這個怎樣 這個怎樣 多買幾件 那像我們在台灣我都住八年了 買衣服頂多買個一兩件 補貨的話 結果我就買一兩件 櫃姐好失望說 不多買幾件帶回去嗎 他都以為我是那種 他以為你是來觀光的 其實你常住在這邊 然後我就說得很妙 我說等周年慶我再來 他就很出惡 他原來不是觀光客 這個不是台灣現象 全世界都如此吧 只要說中國人現在都比較熱情 現在很多國外 現在反而不接台灣團 他們要接大陸團 大陸團很多很能買 剛剛你說來台灣買很多東西 大概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本來我不想買 但是看到同團他怎麼一直在買 人會被感染跟著買 對 是不是這樣 愛面子 還有一種就是 剛剛上集團 他買了多少你知道嗎 你記得買多少 我就... 我們 怎麼可以輸他 就殺下去了 我跟妳記住 莫名其妙怎麼買那麼多東西 寶寶 好 我是 因為我去年都是做那個櫃姐 我們是在白樓公司上班 那我們也是同樣的也是 我們是看到大陸觀光客 我們是非常的開心 全來了 財政員來了 不是看到同鄉 對 不是 只有我過來他講話 一聽亮著我們都會靠近 因為他出來就是一定要買東西回去 而且他們的消風能力真的是很棒 那你就要...你想賺他的錢 你就要跟他拉青骨 那就是老鄉界 老鄉年月 年月 再送他一點小禮物 哇 那就開心的 真的就是這樣子 就覺得 就還滿親切的 也幫我們創造效益這樣子 你看 在寶島又碰到同鄉 對 又親切 又看到這邊上班 對 對啊 對啊 這樣都少了 在不都買一點東西對不起 對 對 所以妳當時生意有比較好做 現在有問題 有...我現在沒有在家休息 沒有...沒有在家休息 沒有...沒有做 謝謝 又要生小禮物 是...又要生小禮物 在努力當中 來 新同學 湖北小英 因為像我們內地過來這邊 就是要 要十萬塊錢的保證金 對 要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普通的員工 沒有辦法過來的 旅遊還要 對 你們這邊是叫保證金 我們那邊是叫押金 放在旅... 放在旅行社做押金 怕你跳機 對 像以前很多朋友過來 他就是要... 如果一家人過來 五個人就五十萬人 所以就非常的貴 而且要費用很大 當時我就覺得他們過來的人 都是非常的有錢 那時候我去... 就在新門廳碰到阿公阿嬤他們就會... 我就上前跟他們打招呼 我就說你們是哪裡的 他就說哪裡哪裡的 我說你們在這邊台灣玩幾天啊 他就說玩六天 我說玩六天 你們覺得台灣好不好玩呢 他說不錯 其他地方都是不錯 然後就是想買一些 珠寶首飾的 然後買一些台灣的 特別的一些東西 帶回去給... 那個給大陸的一些朋友親戚 所以他就說 要我幫他介紹 如果買珠寶在哪邊買 我就說到101去買 那怎麼會叫妳來介紹呢 對 以前那個都說 去台灣要帶黃金回來 他們想買那個珊瑚吧 對... 珊瑚珊瑚 對 台灣的比較正 我媽去年來台灣之後 來了之後呢 我就送她一個金的戒指 因為我想說 我很久沒看到我媽 然後我媽回去之後 就立刻給她鄰居看 你看我女兒送給我的黃金 一樣 是假的 我不是你 不要說假的 K金 對 其實我們也要隨著進步 現在去 我們以前最早的用語 什麼打滴 這個都過時了 到底有什麼新的語言 我們來研究一下 來... 兩岸有很多用語大不同 比如說我們常常說離譜... 我們講離譜 他們不會講離譜 我們說什麼 就不靠譜 對 不靠譜 就是不能信任這個人 靠譜就是表示信任 對不對 這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我們要學點新的 對 不然我們生意也難做 對不對 大陸人來 你剛剛繞兩句 她就親切感 是不是 大陸用語是馬甲 馬甲就是一般女生穿那個... 瘦身馬甲嘛 然後一穿之後 瘦36D 231那一種 整個脫胸出來對不對 對啊 馬甲 這... 不是 對 所以妳台灣用語叫做內衣嗎 還是叫什麼 我覺得馬甲應該是像這樣 就是智賢哥穿的這樣 背心沒有袖子的那種 現在都女生有沒有 什麼... 對 黑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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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麼黑炭 二氧化炭 煮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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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炭的馬甲縮身內衣嗎 觀眾不知道拆什麼馬甲 來看一下 怪他木炭還是黑炭 到底馬甲在大陸用語的意思 是什麼呢 為了一個毛片 你都得罪中國了 接下來是毛片 毛片是A片嘛 這還有什麼 不是啊,記憑也得罪 他們這個一定是A片嘛 你以後可能大陸要小聽一點 然後去大陸 真的嗎 真的嗎 太敢講是毛澤東看的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對不起 他現在已經進不去 因為台灣會帶盤 就是台灣待著吧 對 觀眾不知道拆什麼馬甲 來,看一下 誰查那麼多 你們猜對了嘛 對啊 我今天穿馬甲來了 對 小育兒這個算馬甲嗎 對,有點改良式的那個氣泡馬甲 對,氣泡馬甲 你等於無鏽了嘛 對… 那你這個不能算 你整件是氣泡了 對 對不對 好,潑髒水 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應該是摘髒吧 可能摘髒給潑 潑髒水 有一點抹黑的意思 抹黑 摘髒 我覺得是池魚之秧 就是不關他的事 但是他被 對 潑髒水到底什麼意思呢 造謠 還有點靠譜 有點靠譜 就是你沒有這件事 我硬要說你 對 這個寶寶啊 跟之前走在一起啊 對啊 那就造謠嘛 對啊,這造謠啊 這造謠啊 所以我就背黑鍋了 潑髒水 潑髒水 誰潑誰的髒水 把他脹下來 接下來是毛片 毛是A片嗎 這還有什麼 不是啊,就是有那個 大概 毛片就是好像還沒有修完的片子 對啊,我也覺得是沒有高 我們那拍片拍完之後 我們毛片送球 對,那是我們在講毛片 他們這個一定是A片嘛 毛澤東看的啊 毛片 看得到毛片 不是 不然你以後可能 大陸要小心一點 然後去大陸 真的嗎 你還敢講是毛澤東看的 對 真的 真的 對不起 他現在已經進不去 他在台灣待會兒 就在台灣待著吧 毛片 我猜是A片吧 之前 我猜也是A片 A片啊 對 毛片是什麼 所以你猜是 會嗎 家教好的人也會 那請教一下,您認為這是什麼 也是沒修改的片子吧 沒修改的片子 就是剛拍完的 那毛片到底是什麼呢 好厲害 剛剛講錯話 剛剛講錯話 你還要去大陸吧 講錯話啦 看大陸不要講錯話 也算是大陸通了,瓜哥 我們只版這種有什麼用啊 講一些正經的講這個東西 能看嗎這個毛片 大陸真的有這種片子嗎 有啊 我請教一下龍兒 妳看過這個片子嗎 我說在大陸啊 有 大陸大街馬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不是 現在嗎 到版的 有 雲花鳥市場很多人會拿給妳 但是要地下 地下偷偷的 對 也是不合法就對了 對 會抓 可是我怎麼聽說叫老鼎啊 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 為什麼 我在南京 然後我朋友說那叫老鼎 什麼事都想到那個地方 三級片跟A片不一樣喔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還是沒猜對的 你算很了解 巴蝦大王 這好難喔 這個就難啊 因為你到底有沒有帶團去大陸 沒有 巴蝦大王會不會是 因為蝦子在洞穴裡面嗎 你一定要撥開 有一點那種挖挖挖真相啊 有啦 以前就說爬糞大王 就像狗仔這樣 對… 他們爬人家糞的那種 我覺得那個 是不是說他的手腳很靈活啊 伸手敏捷之類的 伸手敏捷 你在幹嘛呢 在聽牌嗎 對啊 這個不好猜耶 不好猜 我來猜一個 有一種很有錢叫 款爺是不是 大款 然後大款 然後如果再載 載那個大款的那種 叫波蝦大王 就我看你很有錢 那原本只有一百塊 我就說那一千塊人民幣 就是宅客 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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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肥羊的對不對 對… 優格 榮兒呢 不大知道 因為南北方都不一樣 那妳會猜什麼巴蝦大王 講話很誇張 妳說像 誰的答案是對了 請看 蓋芯 蓋芯 蓋芯就是臭蓋 這個人他吹牛 那我跟老公去吃火鍋嘛 那個有煮蝦 然後老公說 老公因為他沒有手指甲 就剝蝦皮 就不好剝 他說老公你幫我剝 然後沒有很多人就笑 我老公就不懂啥意思 用來這裡就不對了 對 我說不對 對 我故意的 我說我是巴蝦大王 就剝蝦大王 我說很會剝蝦皮的意思 結果旁邊的人大家都笑 我說哪有人說自己 是巴蝦大王 因為我老公不懂 三八紅棋手 這個我知道 這個太難了吧 這個是小明星用的 中國人都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對 好 你們九個人都不要猜 林農大哥 三八兩個字的典故來自 三伯三伯你啊 住英台是跟你同窗這麼久了 你都不知道他是你的生 你啊三伯三伯三八三半 所以說不可能 不可能 會不會跟梁三伯住英台的關係 你也太遠了 你該先 他還要當我 你們還真不知道三八的典故 真的就是來自梁三伯住英台 三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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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來的 其實本來是在罵男生 後來大家變成哪來罵女生 這句話本身是罵男生用 我是這樣來的啊 對 有 胡扯 沒有 拔蝦大王 不是啊 拔蝦大王 我們就... 只好他一句在九句裡面 我們... 就姑且他講得這麼有自信 我們就聽聽看 三伯三伯是這樣來的 對 三伯在大陸用語是不好的嗎 三伯 也是不好 我們用壞的菜 那應該就是三伯六婆 三伯八婆 紅旗手就是... 就好像當暗號那一種 喜歡講人家八卦是非的人 中共是紅旗嘛 為什麼他們的奧運 他們的那個世伯都在晚上開幕 因為只有晚上才可以看得到星星嘛 你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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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亂講的 沒有... 由此一說 因為晚上才可以看得到星星嘛 他們國旗是星星嘛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開幕嘛 然後當初就是有一個人 拿起那一個 那一支 中共那個紅旗 然後捷桿起義 所以說我曾經帶過大陸的高官 到我們的墾丁 墾丁那個國家公演管理處 要去看多媒體 一進去之後 那團長就擋住了 後面的人不敢跟我進去 就... 領導你給我解釋一下 領導 領導有沒有 叫領導 你解釋上面寫什麼 我說星星之火可以了言 什麼意思 因為他就很緊張 因為我根本沒聯想到 他為什麼會講說 星星之火可以了言 他會在那邊給我解釋清楚 我們就說森林小心火族 結果因為中共他們就是 當初有一個人 截起那個五星旗之後起義 所以你認為說 是不是十億人口如果推翻 怎麼樣 他有那種聯想 我就跟他講說不是這樣 因為森林小心火族 好 走進去之後 他回過頭跟我講 所以說他們很在意這幾個字 所以我在猜紅旗手 就當初那個第一個花旗人 會不會是 花旗人 花旗人 沒有…他前面講的我就相信 他們是很在意這種東西 對… 對不對 所以三八 紅旗手 對… 你繞了大半天也到底要怎樣 繞了大半天也到底要怎樣 繞了大半天也要改成先論題 來 我們看看到底什麼 對… 你剛剛不是三八不好嗎 對… 因為三八… 我們有三八婦女節 就是慶祝就是女生的節日 或是三八婦女節 然後在那一天呢 然後各個企業 各個工作單位 都會選出這一年 表現最傑出的女生的工作人員 所以就把它評為三八紅旗手 男生沒份 對… 可以 英心紅旗手 我們剛剛被他們三八誤導了 對 基本上紅旗這兩個字 是非常尊重的 對 對… 你知道嗎 這個能長紅旗就不得了啦 紅旗在那邊對不對 對 來 接下來渣渣 渣渣 渣渣 這個好渣吧 渣渣 天品嗎 人渣 人渣 瓜棗 瓜棗 那林鄧大哥來 我… 他現在很怕出事 不可以 來 我們看看 對 怎麼可能大 那麼多 像我們東北就是女性的那個 內內叫渣渣 然後就說 媽媽我要摸渣渣 要摸媽媽的渣渣 現在我們小的時候摸渣渣 然後我就說 寶寶妳大渣很大喔 大渣 就是大渣 就是大渣 對 渣 內內 小孩要說 媽媽我要吃渣 就是吃奶 你摸奶幹嘛 我自己摸奶 真的 還有一個那個渣 除了渣渣之外 還有叫大燈 請問您是跑車的呢 因為用語不同 當然就會發生一些笑話了嘛 對 寶寶 像我公公啊 他都喜歡叫一些 反正之後他的朋友有一天 就是剛好就是前一段時間 正好流行看那個漫画嘛 漫画 漫画 發音不標準 反正之後他們就在講那裡的情節 後來那個 我公公的朋友越講越起勤 他就說 我以前就是在那裡泡茶那邊講 然後我覺得他講得好得意 好好 沒有講錯啊 漫画裡面就是流氓 對啊 流氓 然後覺得怎麼會這樣啊 妳聽得為什麼怪 因為他講說他是大流氓 覺得很得意 但是在我們大陸講 強姦犯 是嗎 浩色的 浩色的 浩色啦 是啊 這 對啊 上來也有 也有 這你們 這是統一的 我要趕快看一下 我又沒有穿得比較浪 就會測一下這樣子 他們講流氓是色啦 是色 對 沒有指說好像這邊是黑社會之類的 沒有 那你們對那種所謂的 這邊講的流氓 你們用語就用什麼呢 叫做混 小混混人 小混 或是怎樣 擺到黑道人這樣 我們台灣這邊講公讀生 對你們大陸那邊的學校 少年 少年犯 對 我們半工半讀 我們公讀生對不對 他們叫做少年感化驗的 不良少年 少年犯 我們有公讀學校 那我們常常訪問學生 念大學有沒有去打工 當公讀生 他說有啊 那就變少年犯了 對 少年犯 沒有講打工這樣子 剛剛妳說Manga Manga那邊有很多的那個 我們叫老倉對不對 老倉大陸講什麼 老寶 雞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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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什麼叫雞婆 老寶 老寶 雞頭 雞婆 沒有 老寶 雞頭老寶 老寶 雞婆 我們講 這個沒有… 總是已經講到第四句了 會出差貨 不是 不是 會開始扒蝦 開始扒蝦 蝦開始得扒了 我到上海 十五年前了吧 就曾經被一個女生 像你這樣很有氣質的高高的 白眼被瞪了 帶客人 那叫衛生眼 巴蝦 然後帶客人然後襄陽市場 不是買了很多大包小包 然後坐捷運 然後到光大飯店來 上海說 當時我們不會搞不清楚 正好有一個女生在那邊等公車 很熱烈的 小姐請問一下 光大飯店怎麼走 沒揍你喔 前面拐個彎 我哪裡想不對 小姐請問一下 光大飯店怎麼走 前面拐個彎 拐就拐嘛 他們拐個彎 走了三十分鐘 然後我邊走邊想 人家為什麼瞪你白眼 我邊走邊想 我哪裡錯了 後來我知道我錯了 在大陸你講小姐是在那種 酒店上班的 我不能這麼問小姐 那應該講什麼 後來有比較好 好像聽說要講 是不是 對 還是比較早 她是很興奮 小瓶的老公 被懷疑性效有問題 她偷偷跟我媽說 麻煩你 小聲音說還怕我聽到 麻煩你幫我買那個 結果我媽就傻到 嚇到 就什麼變態還怎樣 然後我媽就來給我 阿公你們有不良嗜好嗎 小玉兒 像我給我老公就是也是 交往到差不多成熟的時候 要帶他回去見那個父母 然後我們就坐完飛機以後 就下飛機了 要打個滴回去這樣 打滴回去才剛坐上去 打滴很正常 師父就對我老公大喊說 大哥把你保險帶給我帶上 然後我就 我老公就嚇到想說 他怎麼會 所以他想就是 他想對我怎麼樣 我直接光天花日之下 我女朋友還在後面你知道 然後後來我老公 就是後來我老公還說 他還聽說 他說把保險套帶上 開車還帶保險 先生就很規矩了吧 是嗎 是嗎 還很奇怪 他說 老師 師傑給我一點時間好不好 要暖個肌子 還套不上 反而保險套 大陸好像是講安全套 安全套 然後呢 避孕套 避孕套 然後大陸人講保險菜 是什麼菜 保險菜 有機蔬菜 哪裡 馬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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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帶大陸團的 東西南地我都帶 你們現在也不是真的 你們在那邊住太久了 可能很多新的用語 我現在我精神分裂 我不要開始聽誰了 說不定人家已經知道 新的用語你們不知道嗎 有機蔬菜叫什麼 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也是這近幾年 才開始流行有機蔬菜 他們叫保險菜 是叫有機蔬菜 好啦 我目前相信他 阿蝦大話 我老公就嚇到想跳車 後來那個師傅可能也看到 我先生有嚇到 他說大哥你別怕… 我是跟你講說 安全扣給我扣上 對啊 就是保險套在上 然後先生嚇到 所以你口音又快的話 就保險奈兒的 保險奈兒 幫我先買一下 是 小平兒 等一下我們東北的冬天 你一定要穿襯衣襯褲 你們這邊叫衛生衣衛褲 我們叫襯衣襯褲 你們襯衣好像男生那種 帶領的那種打領帶的那種襯衣 那個襯衫什麼 對 像襯衫 我們那個裡面就是穿 一定要穿襯衣襯褲 然後外面穿毛衣才不會刺 冬天一定要穿 太冷了 對 冷 然後老公去東北的時候他就 他就是台灣人習慣 就天多冷 也是牛仔褲裡面穿內褲 比較舒服嘛 那到我們的二三十度 零下二三十度的時候 我說老公我說 我給你買那個襯衣襯褲 給你穿在裡面比較暖 老公那時候鐵齒說 不用 我那樣穿 上廁所脫褲子脫半天 就不舒服 對 不習慣 結果冬天二三十度也穿那麼 一條牛仔褲 一條內褲 結果到了三九天的時候受不了了 然後他不敢跟我說 老婆妳幫我買 怕我罵他 因為他鐵齒讓他穿 不穿拉倒 不穿就凍著 我是這樣說 然後他偷偷跟我媽說 伯母 麻煩妳 小聲的時候還怕我聽到 伯母 麻煩妳幫我買衛生褲 買一條衛生褲 我媽她以為衛生褲是我穿 因為在大陸 生理部 生理部 叫衛生褲 就是有防水的 防漏的那種 帶有一層那個塑膠 因為我們那個衛生棉 叫衛生巾 對 衛生巾是哪個巾 毛巾 不是月巾的巾 衛生巾 然後我們就是 我媽就以為是我要穿 然後她跟我媽說 伯母幫我買個衛生褲 叫L號的 我媽說小萍穿S的 妳怎麼買L的 她以為我要穿 結果我老公說 不是 不是小萍要穿 結果我媽就傻到 嚇到 可是那時候還沒結婚 我媽就是也不好申訴 結果後來我回家 不好申訴 不好申訴 就不好說是怎麼變態 還怎樣 然後我媽就來不哭 對 我媽說小萍那個阿峰 我老公跟阿峰 阿峰有沒有不良嗜好 我說沒有啊 她性向正常 我說正常啊 他說是不是 有沒有喜歡收集女生的什麼 或是穿女生 我說沒有 我說怎麼了 我媽才說 她怎麼穿女生的衛生褲 妳才解釋給她聽 所以我說她就是我們的襯褲 說法不一樣 差點被說成變態 我們到冬天再怎麼也不會 穿衛生褲嘛 對 菲哥還有在穿 對 對 你也不知道嗎 你不算了 被被殺了 對 她也不發瘋了 就一個嘛 不是 你不要害我啊 一天到人家害我 叫你來幹什麼 是什麼 小鳳呢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他們 一起同事一起去旅遊 然後是去那個江西廬山那邊 那我們中間肯定要坐火車對不對 那我老公他們同事就很喜歡 練 這是什麼站 這是什麼站 突然到一個站點的時候 她自己 哇 她說 我講 插烏 哪裡會有插烏這個名字 結果一看 原來是 大家都笑得很懂 對啊 大家都笑到暈倒 藝烏啊 很有名啊 對不對 對啊 她說插烏到底 在上海插烏是大便的意思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這是大便的意思 不是說廁所的意思 是大便的意思 對 小櫻 我就是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次過來 然後我們不是要面試嗎 經過海關 大家都要嘛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海關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過來的時候是有懷孕 要六個多月才過來的 然後在海關的時候 那個海關人員就會這樣問我 她就說 請問你是在大陸哪裡工作的 我就說 然後因為我大肚子嘛 然後她就 他們就很 過來的眼神這樣看我 她就說 妳在哪裡上班呢 我說是在酒店 那妳做什麼 我說我做業務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他們海關人員 怎麼這麼奇怪 就很 那種眼神看我 然後她就說 那妳 有確定 然後還問好幾次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怎麼會這樣問我 我們雖然是大陸來的人 妳不可以這樣問我 然後我就覺得說 是啊 有什麼不對嗎 然後她就說 妳真的確定嗎 她就這樣子問我三次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好奇怪喔 我不是我老公的小孩 我那肚子不是我老公的小孩 我怎麼會過來 然後他們就切切實語 就這樣聊一聊很久 然後他們 因為我們跟我老公是分開的 所以他要跑到我老公那一邊去問 對證 他就說 跟我老公問 他就說 陳先生妳 妳太太為什麼是在大陸酒店上辦的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他是 是大陸叫 他們所有的飯店都叫酒店 台灣是叫飯店 所以 那時候就在海關那邊 一直耽誤得好久 差不多到三個小時 對 真的會誤會啦 對 然後當時我真的好受傷 我就覺得我大這個肚子 因為很累啊 我告訴妳 如果妳沒大肚子更慘 對 她會圓容 妳有大肚子她還有一說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 沒大肚子絕對 如果妳是接著來這邊 要挑假的幹什麼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叫酒店 對 叫好一點飯店 飯店就是很差很差的 幾十塊錢 十塊錢 你說幾星期 幾星期就叫酒店 對 那個幾星期 那叫飯店 我們精華也叫酒店 哪有叫精華飯店 對啊 所以 飯店是吃飯的 那個餐廳 她商標也是香格里達酒店 她也不會去飯店 對啊 只是我們常常講 是講飯店 對 對不對 用語不一樣 所以聽起來很像 妳又穿得花花綠臉 真的很像 對啊 那時候我一過來 也是穿得還滿性感的 然後就這樣說 妳在酒店上班還做業務 妳這個衣服很像 我看那個孩子 不然早就把妳拼了 對 沒有懷疑 對 當然會懷疑對不對 蔣夫人有 凱莉 就有一次我在書房上網 電腦就變很慢 我就跟老公說 內存不夠耶 什麼不夠 內存不夠 內存不夠 內存 然後我不曉得怎麼解釋啊 那我就說 那就容量不夠啊 所以變很慢啊 然後她就想了一下說 妳是說記憶體嗎 然後我又從來沒有聽過 什麼是記憶體啊 我就不曉得怎麼樣 跟她溝通啊 那最後她才說 是記憶體嗎 我就說 對 就是記憶體 結果 所以有時候 就大家都是講中文啊 但是就 都沒有辦法溝通啊 你很好見用其他人 有關於電腦的用語 還真的是有一些誤會 比如說我們這邊講電腦 你們講怎麼樣 死機 哪個死 死機 死掉的死 不是死機 死機多難聽 那比如說我們講電腦 你們叫 計算機 我們記本 我們講計算機的時候你們是 計算器 計算器 那我們講滑鼠 你們講 鼠標 鼠標啊 我們有虎標沒有鼠標 怎麼這麼都不一樣啊 對 比如說我們講寬屏 你們講 寬大 我們講網際網路 你們講 網路 互聯網 互聯網 那比如說 像我跟大陸那邊 我真的搞不清楚 我們比較什麼 TW小老鼠.com.tw有沒有 我們講小老鼠對不對 他們講什麼 A打個圈 A打個圈 A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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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真的是長 長途電話過去 什麼 A圈 A打個圈 我不知道是什麼 拔蝦又回到正常了 又開始正常了 他生命會找到出口 他自己會繞回來 但是眼鏈上的不同 像是寬帶 人家以為是... 要寬帶哦 對啊 快進去 兩愛交通問題非常不一樣 我想說他要載我 毫不由於我就翹上去了 結果那司機... 你強載我 你要幹嘛 你坐我車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不能載我 我們鏡子這裡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鏡子這裡都會把 司機保護得... 對 保護得很快 是有人會攻擊司機 會啊 對 因為他們當局設施 怕司機搶我 我來台灣遇過狀況就是 在我們大陸 可以載客 有一次我剛來台灣 我不知道台灣 我有一次去逛街 正好我是要攔計程車 我剛剛手都還沒有抬起來 就秀一摩托車停到我面前 我想說他要載我 毫不由於我就跳上去了 結果那司機 你要幹嘛 我只想要跟你問路而已 你坐我車做什麼 不是嗎 你不能載我 你們有摩托車載嗎 有 我可以載客 那好方便耶 對啊 對不對 如果真的在趕時間 又比較便宜 又很便宜 我們台灣就只有一個地方有 哪裡 北斗 北斗送... 我媽媽要吃東西 在內地搭計程車很奇怪 像我們台灣是一個人 然後有兩部計程車在搶你 然後我去上海 是我們兩個人在搶一部計程車 兩個還好咧 兩個人還好咧 因為你下班的時間 完全是攔不到計程車 攔不到 站好半天 然後又是零下五度 你知道嗎 很冷 看到有一個人下車 趕快衝進去 坐車 這邊也坐一個 那你何必 對啊 你就拿五百塊人民幣出來 這樣就好了嗎 哎呀 那個司機師傅會說 不行 我要交班了 對 交班 他就不債費 因為在南京 他計程車交班時間 是在下午的六點鐘 因為他通過計算 這樣對兩個司機來說 最公平 所以呢 可是五點半是下班的高峰 他六點鐘交班 所以司機通常從五點開始 他就要開去下一個司機的地方 去交班 所以你大概從四點五點開始 就坐不到計程車 小育兒 對 像那個台灣 我是感覺那個 有一下很好就是 比方說 要是有出什麼小車禍 或幹嘛的 就是警察 我感覺那個速度很快 然後就是辦事的效率 也很及時這樣子 那就是如果你不巧在大陸 碰到車禍的話 那就慘了 因為在我們那邊 那個公安是中間 中午是有休息的時間 比方說十二點半到兩點 這中間如果你出車禍的話 那可能就是你打電話 會有人接 但是你可能 十一點出車禍 可能要等到 下午四點多 才會有人來幫你處理 因為他們中間是有休息的 他們是沒有說誰叫誰到的 那妳這樣對當事人不方便 妳也照動交通組 是在四個小時 他說我們他上有政策 我們下有對策 怎麼辦 真的出車禍的話 就私下解決這樣子 私聊 就是說看誰的那個 背後勢力打 然後人多 就是說看誰的手軟性這樣子 那怎麼去比較呢 就開始 你像我 就拿我媽 我媽說好了 我媽去年就是去親戚家出車禍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走公路 他要拐彎嘛 拐彎 然後他 他有看他後面 但是後面那個 他大轉還小轉 他就是 沒有頭 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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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是一拐 然後後面整個衝上來 把我媽撞倒 直接撞翻 腿斷掉 妳媽騎摩車 對他騎得很快 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看我媽是個老太婆 他就說 妳這老婆不想理妳這樣子 那我媽就說 妳不能走 我腿斷了 妳要就是 妳要給我看這樣子 妳不能這樣走 那他看我媽一個人 就是不想甩她 說是妳先拐頭 什麼就開始在那邊爭 那因為在那邊報警 你知道的話 公安處理數都很慢 那剛巧不巧就是 我舅舅家有一個人 剛好路過嘛 他就看到我媽 被撞倒在地上 然後他就趕快去找我舅舅過來 我舅舅就是過來以後呢 我舅舅先到 到那邊大概十分鐘以後 我舅舅的兒子 整村子都過來 您這個不是論背景的吧 三十幾個 多少錢 一萬 我給兩萬好了 對 因為他叫公安的話 說是妳私療比較快 那樣的人一看到 他本來是不甩我媽 就是他說是 我老太婆不想理你 那一看這麼多人來 然後他就說 妳有沒有怎樣 然後就是從我媽 進醫院開始到康復 就是完全負責到底 一毛都沒少 對 那三十幾人 誰都負責到底 那代表了 真實 我也是 我也是 我遇過有一次 跟我老公在廣州搭計程車 然後我們車剛好靠P停下來 後面一部車 砰就撞上來了 然後那個司機 這行得了 計程車司機 二話不說衝下門 找後面那個車理論 然後他們很快就 你一言我一句就吵起來了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傻傻坐車 怎麼辦 我們還沒付錢 我老公說 我回頭一看 兩個司機全部拿起手機打電話 叫人了 我幫我老公手一拉 趕快下車跑 他付什麼錢 等一下兩個人來都打起來了 跑 就計程車錢都沒有付 都是這樣 對 在大陸 如果你發生車禍你就要叫人 不會叫警察 來 小萍 對 像我們大陸那個交通港 我們叫交通 紅綠燈我們叫交通港 就紅綠燈那邊十字路口 像你們那個都有攝像機很多 幾乎都有 那我們很多路 你每個裝的費用很大 所以就很多人 就喘紅燈或什麼的 結果政府就是號召那個 人民群眾 號召人民群眾發動起來 就是你收證 拍照 然後你要是發現 誰要是違規的話 你把這個照片寄給那個交通局 它會 那結果就是很多 那你一天你拍個兩百張 你不就發了嗎 所以很多人就變成 全民狗仔的 對 然後結果 專門拍 天天拍 你只能當副業 不能當主業 當主業 因為主業 因為副業比主業鑽台多 結果你全部天橋都是人 底下都沒車 對 就是地上布上報紙 然後才可以上 因為大家都要拍 過去聽說站崗的時候 很多年前說站崗的時候 比如說 你沒有走人行道 或者說穿越 我幫忙 比如說寶寶一過去 他把你抓過來 你就站在這邊 等你抓到下面一個人 真的 對啊 手稱抓狗仔 有 他也要你體會一下 交警站在馬路上有多興趣 真的有多興趣 你來給我回找接班人 對 他說你找下一個接班人 你才可以走 真的啊 你違規 他也不罰你 沒關係 你給我站在太陽底下 你找到下一個 是他 好 那你可以走 換他來接班 聽我打電話給爸 爸好累 還接我搬 搬 你們大人比較多 來 寶寶 我是那個 在台灣我有坐計 有一次很趕 趕時間完 我就坐計程車 那我就是一拉開那個門 我一看那個司機 怎麼會把那個 他喝的飲料 還有他的衣服 還有什麼都全部放在那個 我說這樣子我怎麼做 反正之後他就很不情願 幫我收拾一下 他就說 怎麼每次都看到我能看出來 我還沒有講 就是沒有怎麼樣 他就覺得我 對… 我就這樣子看他 趕快收 我說你怎麼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大陸來 他說我們 對 這個很奇怪 我說對啊 真的有 真的是 我看大家都這樣子 那我就習慣了 像去年我回去 那我就是一來計程車 像跟我兄弟姐妹出去玩 我就是坐後面 反正之後我弟弟就開始虧我了 姐 你怎麼每次都跑後面 對啊 對 就是做法 就是可能 你計程車也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計程車都會把這個司機 保護得很好 保護得很好 是有人會攻擊司機 會 搶劫 對 搶劫 對 對 所以你看真的 他們…我們以為 以為他們當局設施 怕司機搶我們 對 對不對 不想做博愛座的理由竟然是 他公交上的人很多 很多我就看到前面 有一個博愛座 我說快點 快點去坐 小鳳 我們講是說 像我們在台灣這邊 我們發現這邊的人文素質 總體來說還是滿高的 因為像我們大陸那邊 是比較說公車 捷運 比較沒有什麼博愛座 可是這邊基本上公車 捷運上面都會有博愛座 這個有一次 就我跟我婆婆 我們說我們一起出去玩 那我們坐公交車 坐很遠的時候 那公交車上人很多 很多我就看到前面 有一個博愛座 我說快點去坐 結果媽媽說 因為我婆婆真的她一直覺得 我很年輕 這不是我能坐的 所以坐在那裡 把自己變年齡弄老了 是 不是 我覺得我們那邊是 人民的覺悟高 才不需要博愛座吧 不過任何的位置 只要有老人小孩上來 大家都會主動的讓我坐 可是因為台灣人 沒有這個意識 所以才要設博愛座去 這樣子 對 違反一下 大家看到的比較不一樣 對 大家都很會講 要真正做到 對不對 看到老人家 老弱婦孺也不讓 這個就不應該 原本在打手機的遊戲 然後看到老弱婦孺 睡覺 因為我覺得我懷孕的時候 我八個月的時候 肚子很大 然後去坐公車 然後那個公車沒有人讓位 後來是坐雙人位子 裡面的那個人 他實在看不過去 因為還滿擠的 他就出來讓我坐 那我挺那麼大的肚子 你知道第一排 那個座位非常窄嗎 那我要進去 我肚子還那麼大 那坐外面的那個人 不僅沒有讓位子 那裡面的人讓了之後 他也不知道說 他挪去裡面坐 讓我一個孕婦 可以比較方便坐外面 他還讓我挺個大肚子 擠去裡面坐 跟上次新住民講的是一樣的 我也是 我懷孕六個月的時候 跟我老公去做產檢 在捷運站 沒有人給我攔坐位 真的 不愛坐都被年輕人做掉 學生 然後我老公只好安慰我說 你懷孕了 看不出來 身材還是很苗條 最好捷運 這一般都是學生 真的 對 這是真的 不是我們在寫你們 是真的有這種問題對不對 還有個蓋考個問題 什麼人最叫不行 什麼樣的人最叫不行 什麼樣的人最叫不行 就是下了課的那些年輕學生 一上車就睡覺 不是 裝睡的是叫不行 睡著的是叫不行 裝睡 你叫你老公嗎 不是 不是 然後你一直走的 他就 裝睡的最叫不行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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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瓜哥 快點訂閱我們 沒關係小鈴鐺 阿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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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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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